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9月21号 G25号在美国的纽约跟皮子宝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 以及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将于9月22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 旨在为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凝聚政治共识 注入政治推动力 胡锦涛将出席峰会并在开幕式讲话 阐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 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并介绍中国所做的努力宣布中国将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23号在总部举行联大一般性辩论 胡锦涛将在会上发言 全面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全球问题的看法 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推动互利共赢实现和谐共处提出中方主张 另外因奥巴马邀请 胡锦涛将出席9月24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 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财军峰会并发表讲话 胡锦涛将在峰会上发表讲话 结合新的国际安全形势 介绍中方关于通过互利共赢实现普遍安全的理念 并针对国际社会关系的核财军核不扩散 和平利用核能和核安全问题提出中方的主张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将在匹兹堡举行 会期是9月24至25号 讨论两个热点问题 一是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增资 二是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 胡锦涛将在峰会上发言 阐明中方对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介绍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 以及取得的成效 另外胡锦涛将于22号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 并参与一连串的双边会面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